烂陀山 那里有一种让人崇敬的极端 入烂陀山前的人物 许多俗世身份都高不可攀 可能是甘露范的国王 兴许是世子国的王子 或者是孔雀王朝的皇族 一个比一个宣赫显贵 只不过进入烂陀山苦修后 出世后再入世便跌入沉迷 与普通僧侣无异 烂陀山戒律繁多 不可穿绸缎 袈裟不可褶皱 不能饱腹 睡觉只可屈腿 全浮于一米建方的不垫上 规矩之多 足以让中原人士瞠目结舌 世子殿下听说了 有关烂陀山的传奇 例如有游历僧侣在路旁 见到遗室物品 便在物品周围先画一圈 然后坐于一边 往往会苦等几日都无果 不过一般而言 烂陀山河上画了圆圈的东西 不会有外人起了攀练 更有甚者 烂陀山至今还活着 一个已经化地为牢 三十四年的老和尚 问题是 世人都不知道 这位活佛转世的得道高僧 到底在等什么 因此 前往烂陀山修行过的和尚 等于镶上的一块金子招牌 到哪里都吃香 一些剃了头发装秃驴的甲方丈 都喜欢开口 第一句便是贫僧自烂陀山而来 烂陀山修行极苦 收徒极严 孤儿总共三百来人的寺庙 却能与弟子变天下的两禅寺 分庭抗礼 一东一西 交相辉映 这个红衣和尚说 来自烂陀山 徐凤年相信 一半是他方才的伸手诵经 另一半则是感受到 和尚的契机流淌如大江东去 光看和尚的言行举止气度 是不动如山的境 可那里却是江河奔腾入海 徐凤年虽说对烂陀山 以及僧人十分好感 可要说强行把他这个世子殿下拐带去西域 这没得商量 于是阴气森森笑问道 我如果不去 秀东刀即将出窍 这下山第一岛 徐凤年有把握将一整面墙壁都劈碎 如何都没料到 那和尚仅仅是不温不火说道 庭僧可以等 徐凤年握刀的大拇指 习惯性妈撒刀柄 问道 等 面容肃穆的和尚 绕着徐凤年走了一圈 便安静退到远处 没有任何要绑架 或者是阻拦世子殿下的意图 不仅徐凤年感到荒唐 连看戏的小姑娘都觉得无法理解 她觉得 还是自己家里那些蹭吃蹭喝的和尚们 更有意思 烂什么驼什么的 那座山太乏味了 小姑娘终于回过神 望着徐凤年小声问道 徐凤年 你是那谁谁的儿子 那你岂不是世子殿下 谁谁 想必就是徐霄了 不论道门佛门 不论男女老幼 只要身在江湖中 似乎就没谁敢直呼 大驻国徐霄的名字 暗中留心 烂托山大河上的契机流转 骑牛的所谓 极是如此 还提着酱牛肉的徐凤年笑问道 怕了 后悔认识我 小姑娘哈哈哈哈连笑三声 可怎么看都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徐凤年瞧着倍感有趣 也不揭破以前一同行走江湖遇到状况 这女子也从来都是输人不输阵 骂人最凶跑路最快 小和尚若声若气说道 东西我们走吧 反正人已经见着了 再不回寺里 师父师娘就又要跟方丈打架了 小姑娘看了看徐凤年 再瞧了瞧小和尚 似乎在绿燕之河回家中艰难抉择 一双秋水毛子 却是下意识在香喷喷的酱牛肉上打转 徐凤年不想让这个心思单纯的小姑娘为难 先二话不说 把酱肉交到小姑娘手上 转身便走 等我片刻 先把牛肉吃了 再让徐凤年送你一程 没理由到了梁州 还要饿着肚子出城 徐凤年走向城东腌脂铺 路经牛肉铺 看到一位个子窜高不少脸孔 依然稚嫩的女孩 拎着一根竹枝 坐在门槛上看自己 世子殿下急于购买胭脂 没有打招呼 那绿燕之之所以出名 还是由于二姐徐卫雄的一手永秋诗 徐凤年在胭脂铺里白拿 掌柜倒也心甘情愿 再说了 以往世子殿下带粮的大小花魁 去铺子里拣选胭脂 若相中胭脂的花魁们由衷高兴 世子殿下都要打赏些银粮给铺子 说到底 刮青梅牌匾的胭脂铺 还是赚大亏小 徐凤年到了铺子 挑了一盒绿燕枝和两盒贵妃桃 扬长而去 铺子里大大小小都进入寒蝉 几个带世切来一掷千金的傅家翁 更是低头不语 那边 小和尚看着双手满嘴都是油腻的小姑娘 提醒道 这就是徐凤年 他可是世子殿下 似乎口碑很不好 小姑娘撕咬着酱牛肉 或答道 我也不好看 徐凤年看不上 小和尚急了 道 谁说的 小姑娘没理会青梅竹马的交集 嘿嘿道 娘告诉我 以后找闺中好友 不能找太漂亮的 会把男人抢走 找相公 也不能找太英俊的 容易招风引蝶 我算是半个出家人 杀生太多也不妥 小和尚不得不搬出靠山 问道 东西 你忘了师父师娘 是怎么说四外男女的了 小姑娘一本正经道 当然记得呀 我爹说四外的男人 都是狩猎虎豹 杀人越祸的恶汉 我娘说四外的女子 都是口秘附件蛇蝎心肠的毒妇 笨南北 你傻呀 我爹娘这么说 是吓唬我呢 又笨又傻的小和尚 默然不语 小姑娘歪头问道 你讨厌徐凤年 小和尚摇头道 东西喜欢 我便喜欢 小姑娘按按了两声 话好听 就不去计较东西 这个名字难听了 徐凤年把胭脂带到 看见小姑娘拿袖子 抹脸的俏皮模样 将东西递到小姑娘手中 笑道 送你了 小和尚看着小姑娘 欢天喜地的神情 他也不恼 只是老气横秋叹息一声 小姑娘犹豫了一下 徐凤年那谁谁在王府上吗 徐凤年笑道 得过两天才能从北边边境赶回来 他蹦跳了一下 那去你家瞅瞅呗 徐凤年哭笑不得 接下来才更让徐凤年见识到 这位女侠的神经坚韧 到了北梁王府门口 他瞥了瞥两尊镇国狮子 煞有其事道 可惜我家门口没有 进了王府大门 看到一路绵延到清凉山山顶的雄伟建筑 他喃喃道 挺大哟 都有我家一半大小了 看到火水壶和听朝廷 嘻嘻笑道 喜欢这池子 我家池塘可没这气势 奔南北 你用心些跟我爹学本事 早早学会搬山以海的功夫 把这池子搬回去 徐凤年大度笑道 搬去好了 小和尚轻声道 东西咱们寺是你的家 但不是你家的 小姑娘瞪眼道 有区别 小和尚显然不是能在他面前坚持己见的家伙 小声道 是吧 小姑娘问道 那我问你 白马是不是马 自认在寺里雾上贼船 才跟了师父学佛法的小和尚 就更不确定了 重复道 是吧 徐凤年把这对孩子 安置在梧桐院附近的一座院子 足见他对小姑娘的重视 这一路 徐凤年没敢多看她 生怕吓坏了这位 嘴上总是喜欢神神叨叨的小女侠 不打量小姑娘 那就只好观察小和尚了 那身绿斌浅红色袈裟 准确无误 事实门中蒋僧的装束 虽比不上朝廷赐与得到高僧的非一子一两种 却也是相当罕见 批此袈裟者 有三大功德在身 得天龙护佑 众生礼拜与罗刹恭敬 徐凤年愈发好奇 小姑娘所谓的家是哪座寺庙 徐凤年坐在院中 小姑娘对住处欢喜万分 在屋里兴奋地跑来跑去 袈裟并非偏袒右肩 而是左肩的小和尚蹲在一架秋千旁 望着晴朗天空发呆 红鼠静悄悄来到世子殿下身后 下山后 徐凤年便已得知白发老魁 败了史斩马刀的豪霞魏北山 双双离开北梁 武林中轩辕世家 在袁左宗和陆秋的打压下 已然苟延残喘 小人屠臣之暴 在边境上又捞得破天军功 徐霄马上要回府 二姐徐卫雄似乎也要回家过年了 徐凤年无比肯定 二姐这趟是专程来骂人的 骂徐霄管教不严 更骂自己吃饱了 撑着去练刀 徐凤年揉了揉 始终活烫的眉心自嘲到 红鼠可以准备棉花了 红鼠笑着答应下来 王府内 谁不怕徐卫雄 徐凤年转头看到小姑娘提着衣角 扭扭捏捏走出屋子 她脸上红装盖有半斤重吧 小和尚瞪大眼睛 红鼠撇过头 实在有点惨不忍睹啊 徐凤年起身笑道 真好看 不忍睹 不忍睹